行內的人都知道我不接XXX 我覺得很尷尬 你放心 我不收你錢的 總之我有份參與就可以 唉 得嘆笑 大家好 我是周恩恩 我是One Crew BBW的獎台人 BB就要講起有一年 我就自己送了BBW這間公司 給自己做生日禮物 那時就有了一個小朋友 就是我的兒子 所以我經常叫她做BB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她可以承繼我的公司 這樣也挺好 所以就叫做BBW 一個數字 一個數字 哇 大佬 你問了這麼尷尬的東西 其實配音源的養聲方法 最重要就是煙酒 有煙有酒 我說笑而已 煙酒也是不可以碰的 盡量 因為如果你真的要應酬喝酒 我都會建議大家喝酒之後 例如你喝一瓶的酒 你就要喝三倍的水 其實最好的養聲之道就是 喝多點水 還有當你感覺到 喉嚨有點乾 還有有點痛 就盡量不要說話 很簡單 口部動多點 還有說多點 聽多點 practice多點 這樣就可以了 我喜歡被人叫配音演員 為什麼呢 其實我在教學上 經常都說自己是性優 然後我就被一大堆的網民串 又說我沒有資格 其實我也不介意 我覺得應該用配音演員好一點 因為其實他真的是用聲音去演繹一個角色 你問我 其實只要有一倍我就開心了 為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真心 以前我是很不喜歡配音 因為我讀演員學院出身 我希望自己做演員 但是因為 做不到之後 就跟自己說 我就要在配音裏面 去尋找一個快樂 我終於找到快樂 快樂是什麼呢 我可以在一個角色裏面 找到他的朋友 找到他的經歷 而不需要自己親身去做 反而來得更加自在和開心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卡通片也好 真人片也好 我都是這麼開心 都挺真心的 很多行內的人都知道 我不接三級片 我覺得很尷尬 我試過接了一套三級片的情慾片 他那個情慾片 就是他跟我說 阿欣欣 你可不可以 叫那個配音員 叫到我 我覺得有點尷尬 他說 他喊沒有第一次的感覺 我就真的不懂 那次之後 我自認自己 未有這樣的功夫 和能力去招架這件事 所以 從此之後 我就跟自己說 我以後不會再接三級片 配音這個行業 面對著的就是 工作量少 價錢少 也都難追溯 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其實雞和雞蛋的問題 製作者就會覺得 因為很多人現在都看了原聲 所以不需要配音 有些會配音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電視台 要有多少百分比 一定要說廣東話 所以我才要配音 所以在預算上 他們都會比很少 比很少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 這麼少錢 我就流水作業 變了在這個循環裏面 質素也會下降 錢也會越來越少 所以生存的空間也會越來越低 另外有些就是 有人跟我講過 欣欣 你會見到某個明星 可不可以一起做配音 我就可以見到他了 蛤? 不是很好吧 你放心吧 我不收你錢的 總之我有份參與就可以了 你想想 大家都不收錢的時候 如果我心底不好 或者我想拿人的好處 我就刮一筆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 謹守專業 令到行業不要破壞規矩 另外追數也是 因為配音員 就不同演員 或者其他行業 在香港的配音員 配完就離開 大家都是口頭上的協議 只有一個順字 走數的時候 真的得膽少 擦鞋 我覺得不只是在配音界 在這個生存社會 工作範疇裏面 都必須要有 不過你問我 就真的不喜歡擦鞋 亦都不喜歡被擦鞋 我今天是沒有穿鞋的 尤其是做配音 因為很多時候 都要用真我個性 真我個性的意思是什麼 演員 他可以用他的面目表情 身體語言 去演繹一個角色 但是配音演員 他要從他的聲音裏面去演繹 如果 我好假地告訴你 我真的很愛你 我想你現在會 兜包兜包扯過來 其實配音員 有幾樣東西 是必須要戴起來的 第一樣東西 就是腦 腦 腦就是要保持清醒 現在有一些配音員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用 就是可以在配 等著的時候 過去打機 因為打機真的挺分心的 當你進入錄音室的環境 你要這麼專注的時候 你很容易被打機 這件事分心 所以我覺得是要戴腦 第二樣東西 有些配音員 又會戴自己的耳機 我自己就未必會戴 耳機不同 耳機就是可能 你會有一些會漏聲的耳機 所以我通常 就好像會戴自己的耳機 但是我會戴自己的耳機 另外我都會戴一些 你知道現在環境都比較骯髒 我會戴一些酒精搓手液 還有一件事一定要戴 水瓶 因為我們要經常喝暖水 去保護我們的聲音 所以這件事都一定要戴 這個問題 應該我這樣說 如果你真是真是很想成為一個配音演員 首先你要問自己 你熬不熬到這條路 說的是 你能不能夠厚著臉皮被人罵 被人說 被人嘲諾 甚至乎是沒有糧出 所以我通常都會叫我的徒弟 就是你要儲定三年糧響 那你就可以跟著我一起去熬這條路 因為這條路不是你自己 或者大家想得那麼輕鬆 可能比做一個演員更難 因為你要說的是 你要試不同的東西 你又要膽大 又要心細 又要面皮厚 如果你懷著這幾樣東西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入行 在Once Upon a Time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會有一些電視台 會搞一些訓練班 不過現在已經沒有了 所以大部分都會參加一些坊間的配音班 當然我都會跟大家說 大家要參加這些配音班的時候 你們要搜尋幾樣東西 你要看一下那間公司有沒有工作 譬如教導師 是不是真是這一行的人 甚至乎譬如教導師 是收費多少錢 那你們要搜尋這些東西之後 你們才會讀 讀完之後 未必一定有得做的 因為都要講 天時地利任何這三樣東西 那你就要去OneCrewBBW的Facebook網頁和IG 請follow我們 我會覺得 如果你送泰沙 其實都未必不可以入行的 因為都有一些角色是適合這些人 不過我會覺得 就是一個配音演員 他的Value值是大還是小 譬如 有些人曾經說過 雅的都可以配音 因為他可以配雅的角色 那是呀 我講真的 但是我會覺得 其他的配音演員 他可以做到 那他的Value值就低了 甚至乎 黏你跟可不可以做呢 譬如像周欣欣 現在我也可以黏你跟 那我喜歡大癡又可以 小癡亦可 沒有什麼癡 但是都有一些癡都可以 那你想一下 那我的Value值就高過他 其實我們現在配音界 通常都希望可以一打十 怎樣才知道一打十呢 一個女的配音員 他可以配到男 女 男是說的男孩 女孩子 一個老中青 那就是說基本上 你要有五把聲 如果你做不到這五把聲 基本上都比較Value值 低一點 其實我從來都不擔心 AI可以取代到配音員 因為為什麼呢 最起碼我覺得 在這五年內 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就是在講 情感和真實 尤其是你知道 那些導演 最喜歡跟你說 給多一點點感情 那一點點 是否AI可以做到 那一點點呢 那百分比是多少呢 他只可以調整給你 但是當你聽下去的時候 是不夠真實的 其實呢 近這幾年呢 我都做了很多 關於NGO的事 那譬如我會幫一些小朋友 令到他們的表達能力提升 又或者幫他們在一些 分享會上面 教一些家長 用聲音去演繹一些故事書 讓他們和小朋友的溝通更加密切 大家看完這條片之後 麻煩你快點訂閱我們吧